现前在屏东的墾丁小辽球一带 陆续有民众发现了珊瑚白化的情形 而在东部地区根据观光署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长期委托海域监测也发现到了 在绿岛南侧海域约有10%的珊瑚白化 对此专家表示主要是因为海水表面温度升高 导致了珊瑚无法适应而出现白化现象 若高温持续将会遍临死亡 从潜水教练所提供的水下画面里可以看到 在绿岛食壤外海 全世界最大的团块唯恐珊瑚礁大香菇 出现点状白化的情形 而在周围水深10公尺内的其他珊瑚 也有类似的现象 根据东管处委托长期监测当地海域的潜水教练统计 珊瑚白化的范围大约占10% 近年来夏天几乎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就是 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珊瑚白化 我们记录到的大部分都是 鹿角珊瑚 标拱珊瑚 这一类的珊瑚 就是比较靠近 我们看到的水域发生状况 是在10公尺以内 就表层水面到10公尺 这个深度 发生的状况比较多 目前看到的范围大约是10% 目前的海温平均都是在29到31% 这样的温度其实是不适合 不适合珊瑚的生长 因为它只要温度一高 体内的虫荒藻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共生藻 它体内的共生藻就离开宿主 它离开宿主之后它就没有营养了 没有营养它就白化了 我们肉眼看到是白化 其实是它体内的这些共生藻 已经离开这个母体 这个宿主 它需要提供营养给这个宿主 所以这样的情形 我们还会继续观测下去 虽然它每年都在发生 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执行长也指出 根据卫星回传的资料显示 绿岛附近海水的表面温度都是30度以上 对珊瑚来说非常不利生长 再加上气候的变迁 目前珊瑚白化的现象已经快要变成常态 从那个卫星上所测到的 像我们的绿岛外面都是超过30 表面水温都超过30度 而若是再没有流动的话 没有风浪的话就会加剧 现在大家都知道 假如我们的解能检探没有做好的话 对整个大气来讲 它这个全球暖化的是一个趋势 而且这个趋势现在目前是不变的 不变的话 包括全世界各地 从大宝教到世界各地 都发生这个大面积的白化 这是自1998年 声音现象以后就不断发生 以前是觉得可能7、8年、5、6年 可是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所以这个白化发生已经算是越来越平常了 而专家也表示 目前全球暖化 还随表面温度上升 对于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 与共生藻类无法适应 就会出现白化的现象 甚至死亡 这种现象也会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 因此减缓全球暖化的趋势 以及节能减碳 已是刻不容缓 记者陈吉林 绿岛相报导 超级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